歡迎你們來到馬里曼小學 我是校長 馬校長 我可以說的語言就是廣東話和英文 一會兒會好很多 因為陳教授和Ms.Chan都能夠說普通話 即是我們的國語 其實主要我的任務就是歡迎大家 希望你們如果坐得逼逼的 你可以自己再填折你的座位、座向等等 入場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小的信封包 那裏是我們遞校的紀念品送給大家 是一些書籤 同時因為復活節快到了 我們有一間千豬教學校 我們希望大家有一個很有希望和充滿喜悅的復活節 當中的朱古力 多謝 多謝 當中的朱古力那兩種顏色是特別選擇的 一排是藍色、一排是黃色 代表了我們學生夏天校服的顏色 現在你看不到的 因為他們還在穿冬季校服 希望你們這樣更加記得我們學校 現在將時間交給陳寶寧老師 陳寶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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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歡迎各位嘉賓來到 也很感謝陳教授為我們舉行今天的營集會 我首先介紹一下來的嘉賓 在哪些學校呢 除了陳教授之外 多謝他們還有他們的團隊 來自台灣的嘉賓 還有就是浸會中學 浸會中學的老師 還有澳門大學的老師 還有浸信會天紅小學 另外還有成功會澳門塞高中學 包西高粵華小學 還有馬安山靈良小學 當然還有我們馬雷曼的團隊同事 今天很高興邀請陳德懷教授 來到我們馬尼曼小學舉行的演習會 今天我們有很多嘉賓來到 首先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嘉賓 還有陳教授他們的團隊 還有就是我們有來自澳門的 進行中學的同事老師 還有澳門大學的老師同事 還有就是進行會天紅小學 還有進工會澳門塞高中學 包西高粵華小學 還有馬安山靈良小學 還有他們團隊 還有馬蒂曼小學的老師 現在我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節目 其實今天的節目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是陳教授先開始他們的分享 就是一個小時跟35分鐘的分享 然後我們有25分鐘 10點35分到11點的一個小休 小休的休息的時間 然後就有另外第二個部分 在11點到12點的情商第二部分的分享 今天節目就是怎樣 現在我們把時間交給陳教授 歡迎陳教授 謝謝你 各位校長 各位老師 我用廣東話來講應該覺得很親切 大家好像很嚴肅一樣 要不要先說個笑話 我最近很喜歡說個笑話也挺好 都不是真的笑話來的 是真的 有一個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的教授 來我們中藝大學 住在我們那個大學半年 另一個是請她的 我有一次請她和太太來吃飯 我在家裡吃飯 吃完飯就聊天喝茶 聊天喝茶 沒話說就坐下看電視 打開電視台 你知道台灣那些 即是不說幾台 全部都是那些 什麼叫名嘴那些 聽過名嘴台 最近很多台灣新聞 我說 你看看我們那個 台灣好民主好自由 每一個台都罵 我們是總統馬英九 你們新加坡可以罵你們總統 陳老師 我們新加坡都會罵總統 我們是罵馬英九 所以 不知道你們聽得懂 OK 好了 那我就說一下 我們還有兩位同事來 他們好像迷路了 找不到條路來 他們應該就是了 我先開始 我先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叫進階 大家都推動 都可能 起碼看過那些文章 就是有些學校 整間學校都做 有些學校剛剛開始 我們叫那個MSSR 就是初階 為什麼進階呢 我今天就是多些說 多些說 我可能都慢慢有一系列 有關靈日學校的文章 去到寫作那裏 寫作那裏 我和特別一點 是註意多一點的 那我就慢慢來 那我就慢慢來 有位老師 中文的老師好像是 問我 就是這個閱讀理解 和這個大量閱讀 閱讀很多種 但是怎樣 互相配搭 就是我利用這個機會 和大家說的 清楚一點 馬利曼 哪裏 哪裏 我記得 你的主任問 哪一位 哪一位問我的 是呀 是呀 證明有 不是我的 記錯 那講一下家庭MSSR 那 昨天去寧良堂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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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做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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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老師自己去試做 他有一次報告也很特別 我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明日書店我請了一個博士生 他是澳門人可以用國東話 張瑞晶是台灣人去用國語 最後就講到 第四點不知道有沒有時間去講 起碼你看到一篇文章叫做 新教食領導教學是一部份 你怎樣把家庭拉進來 建立一個文化 原來過來的時候已經分了組 所以我打算三到五人 不過你也很大組 你自己再分開 再分開 你自己再想 應該可以了 我這麼大組都沒所謂 你們最好先找個小組代表 我希望今次多些討論 小組代表 你可能問或者回答 所以你先選定 另外一個 另一個 我的方式就是 小組提問 小組就是 例如說 有一個Ease比較大一點 可能給你們很多問題 沒有所謂 你開始談一談 之後選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提出來 如果回答是需要多些討論的話 也都是給你們自己去試一下回答 如果那些是簡單的 因為時間不夠 又或者我去才回答 一部分 那就是這樣 先看看第二個檔案 香港是否叫轉教學 香港 一個 哪個 什麼 他和我說過 是叫做轉教學 是嗎 adım 我講一下歷史 又問這間比較多的 如何走向 有 Frick Instructions Frick Teaching 很多名字 Frick Classroom 或Invert Classroom 都有 不同的名字 我講講歷史 這個就是哈佛大學,他剛當教授很多年前,他教物理 他發現那些學生計算得很厲害,但是物理的概念教不清楚 他想想,他將有關概念的問題提出來,然後又有答案,即是Multipal Choice 然後他寫了一本書,他叫P.A. Instruction 所有的,如果你找Wikipedia,都是trace的事情,因為他的工作 我大概十多年前都跟著他,知道他怎樣做 他一開始,那時就有這麼多電腦,他就說,我發覺有個問題 你們擔心你們不是搞得很通,我講完你們聽不明白,搞錯概念 他就說,我提了一個問題出來,A,B,C,D,你舉手 他們不是舉手舉個牌,是A,B,C和他 你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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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發覺隔壁那個是A, 你叫你們,不如你們說錯了,不是你,你應該是隔壁那個,做錯了 就是要你去說服隔壁的那個人 要你去說服隔壁的那個人 然後再改 為甚麼說服呢 A就是要去說服B B是去說服B B說服A 結果A就輸了 B是被說服了 未必一定說服的 你可以堅持也可以 你發覺你再舉一次的時候 是有影響 所以變成你跟B的求行動 即是你展示你自己的答案的時候 你就會再想得清楚些 或是別人的不同的角度 這個圖片變清楚了 所以我的英文搞錯了 那時候後來這個新的 用一些clicker 可能就是 那些clicker不知道有沒有見過甚麼 就去舉這個飛過來 那時候Eric Masur就會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我多了這些討論的時候 這個算是小組合作 算不算嗎 算是小組合作 那多了討論的時候 我不是太多時間去教書 那他的方法是怎樣做呢 他就要加強這個課前的愚褶 課前的愚褶 他就用reading assignment 例如我們大學第一年的文理 通常是一本很厚的文理教科書 那就是reading assignment 我現在下次是講第五個tracker 那先讀完 但在上課之前很特別 上課之前可能兩個小時之前 你就要求你每一個學生 我為一些問題問你 譬如說這個tracker 那些觀念那一部分 你覺得很難的 你要提出來或者交換怎樣 那他就先提出來 那老師就馬上就在上課之前一個小時 就收到這些學生可能的問題 跟著他去看一看 然後就修改自己的講義 那他就馬上調整他的課程 那後來這種方法呢 就是just entire teacher 那些東西太早講也沒有用 他就說 等你剛剛開想需要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提供 後來這個想法的演化到 叫Win In Action 就是叫微課程 微課程 微課程 三個五分鐘 所以簡單來說呢 那個轉化就是課程語集 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 那我問過台灣的老師 他們都說得很清楚 課程語集 課堂學習 課後練習 你們是不是這樣 都說都點頭 但我問那些老師 我問你們課程語集多不多 他們說很少 很少我說等於是否木寶 沒有啊 他在笑 那我問是真還是假 其實我們知道有什麼語集 但我們沒有什麼 練習的 他們是很重視這件事 慢慢演化到怎樣呢 這個名字就是 以千年才看出來 就是Flip to Classroom 即是Classroom Flip 他那時候寫了一篇 paper 就說這件事 後來這個演化就是那個什麼 Town Academy 那個中文演化 他是印度人來的 放很多影片 變成都是由這個精神 即是課前看影片 看影片就不用看老師了 你明白那個意思嗎 很短的一個概念 看影片 接著就課中做功課或者去討論 明明他是笑聲的 他一些轉變過來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反轉学 是反轉學 和學 有什麼感覺 如果你看看香港的老師 其實你都知道 你們說不是教學 是學語教 你們不是這樣說 學語教 學語教 意思是學為優先教系學 去新加坡是teach less, learn more 那些老师说了几十年 自己有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但好像很难做 大家都说了很多年,但很难做 我觉得基本上是学和教的典范主 以前是教为主的,现在是学为主 学为中心只有两种方法 有哪种方法? 哪种方法? 让我考一考 你刚才不是有答案? 是,以学生或为中心 没错,两种就是一种 就是自我学习 自我学习,自主学习 或是independent learning 都是属于这种 为什么是小组学习? 我的同事 你不要紧 我可以参照桌面 慢慢来 两种就是个人学习和小组学习 所以这种 讲回MSSR 有些人问我 问我为什么要推MSSR 就是一开始就不用用电脑 我当然有很多理由 从阅读的观点 其实另一个理由就是 我想老师 相信学生 是能够自己 就是 你要放下方手 放下方手 不要相信那些学生 放下方手 让那些学生 是可以 真的可以 越学越好 他们会追求 一定注意到 如果我听你们的 那些学校 就说 那些学生 越看越厚的书 就表示他们 是可以追求的 可以自我追求的 是吗? 你可以让老师 有个经验 就是说 我不用一定要 参照他们很紧的 我不用参照 这个课程是怎么走到尾 对于语文的课程 我是很多疑文的 对这家小学的语文课程 我是很多疑文 我下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放下手的时候 不要一定要追求 这个课程走 那些学生 不是挑级的表演 你理解我的意思 主要就是 我觉得MSR的重要 就是以学为中心 老师见到 你的东西交给学生 学生做得好 有一些小组学习 有些学校好像 开始想做小组学习 我有一本书 就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叫做学习共同体 台湾比较流行 有本书写得很好 我就可以 有兴趣给你看一下 先来看一个学习 小组学习很重要 因为小组学习 会用在明日写作 会用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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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回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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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这样的意思 我说完了 要你们的脑袋 就是带回一番 转一转 可以这样 就是一个典范转提 就是学昨日教的 典范转提 好像昨天我们 我这些讲话 有些什么 昨天我们来讲昨天 那我们就 陳教授跟我說回頭的觀點 所以玩得趣 先看看他在哪裏 你幫我擴充一下時間 我們有些細節和談一談 這個比較好的 這個就是量讀和精讀 或者叫做什麼呢 又叫做什麼呢 就是量閱讀或者是 閱讀理解策略 對閱讀理解策略 就是有些洩裂過的理解過的 舉一舉手的老師 就是閱讀理解策略 學過這些方法的 有沒有 為什麼你們問的 應該你們也知道這件事 好了 先別這麼緊張 OK 台灣還有一種教法 這兩個是 有人問我 一個是精讀 或者是閱讀理解策略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大量閱讀 以興趣為主導 這兩個很多人問 差別在哪裏 我提過有三本書 以前有三本書可以去看的 有一本書叫做 Reading zone 就是閱讀區域 你們有沒有人看過 我有翻過中文的 你有看英文的 你自己買英文的問題 那本書有提過這個問題 在第五章的時候提過這個問題 你現在沒什麼印象 我幫我抄一下 我告訴你那三本書 如果你需要中文的版本 你自己影印就可以了 因為我還未找到出版 或者懶惰 還未找出版社去出版 你自己回到中文的 我先說這件事 我問你這裡是甚麼地方 你這裡是甚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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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 看到我已經回到出來 有甚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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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名人 台灣特別是很K 有這個名人 你知是誰 這是我的大學 讀碩士博士的大學 伊利諾州的大學 李安 我剛好追一下之後 我去伊利諾州大學的時候 他剛剛離開 但他去看看 原來伊利諾州大學的博士 李安是無裸的 曾經說是1919很無聊的地方 所以我是一個很簡單 和很無聊的人 你聽得懂嗎 簡單 我才是簡單 和很無聊的人 我在這個地方長大 讀書 我想這段長時間 我多多少少有影響 因為我最近見到 一些畢業的同學 我們覺得自己的大學 都是很無聊 因為不會走 去了一間馬學界 就不會轉 所以我覺得 我們是很無聊的人 那裡原來是一個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叫做 Reading Center Reserve Reading Center 那時候很有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你覺得很奇怪 美國以為教育很進步 其實不是 他有很多文盲 不知道教育他教不了 你聽過 有很多文盲 為了這件事 教育他給大筆錢 他就起了聖課 有很多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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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這個文盲 我太太就幫他做了 Researchers 他手下 另一個教授 他分了一些錢 我太太跟他手下的教授 是拿過一些錢做的 所以知道他有很多錢 這些很有名的 就是Ann Brown 很有名 逃起離開了 總之那時候 我們這個聖課 名氣很響 總之 我們那個聖課 名氣很響 我走了之後 就不太好 這就是他們的主題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剛才說完 因為美國政府 給他們錢去做這件事 後來有些教授 還有一些老師 他們那時候寫了很多論文 那些論文是很難看的 很難看的 我當然有看過這些論文 他們有些老師 教授幫他們寫一些書 後來就很流行 很流行 為什麼Reading Convention 所以說了 原來Pizza要考 原來Pizza要考 我留下一個slide 很重要 好像幾個記者 香港考的Pearls 那個什麼 那個Reading的國際評比 你們香港第一名 你知道嗎 你們的興趣是很生氣的 沒有什麼之間生氣 很差 好像是新加坡也很高 不知道第二名 第三名 就是我們 對 所以 你好像討論過 討論過 給我們資料 你看 那個新加坡的興趣很差 有天也是 台灣也有些 第二名的層名 興趣很差 反正好像反備 你們的解釋就是要考試 當然Pizza要考 這個理由 它的方法 最早的Anne Brown開始做 是提出這四個的 就是 一邊看文章的時候 如何去問問題 如何去做Summary 如何去Clarify 一些裡面搞不清楚的事情 或者這篇文章裡面 那個Pedic未來的 是怎樣發生的事情 是這樣的 後來就是有類似 整理之後 大概有七個 八個的方法 幾本書 提出的方法 台灣就很流行 說這件事情 OK 如果你說回 Reading Song 是自己Summary 這幾個就是七個 就是 啟動背景知識 重點主題問問題 推論結論 理解監控 從術女合成 修補理解 就是Reading Song 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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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別講 這個是中學的校長 但是本身 根本上是一個Scholar 他寫的書 是影響到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學者 去勢力 特別是 Reading and writing Workshop 的方法 他應該是 千千萬萬的 美國的老師 這個 我自己覺得 是他很尊敬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學者 你看看他講幾句 他自己用過這個 他在看書的時候 想apply 用這個 以讀 理解的 你看看這幾句 你就看一看 你看完 點頭就轉 他好像讀 《區域》是什麼意思 他看了一本書 已經進入了作者的世界 進入了他的意思 這個Francebiff 是理論對他很有 理論對他 很有authority 他會和不同意嗎 是這樣的評論 他跟不同意嗎 不同意嗎 不同意嗎 好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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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意思 你覺得問題在哪裏 你覺得問題在哪裏 很難啊 好似的意思 我可以這樣解釋 你大量閱讀 應該是書籍為主的 而且是興趣道 沒有問題 巨人中心學習 習慣的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從那些 如果你從那個 好像另一個 很有名的學者 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 叫做什麼名字 我忘記的名字是什麼 他一去就讨论过所有的大来语读 他发觉大量的词汇集得很快 他的影子已经丰富了 他的性情也很好 还有理解能力也会增加 他的研究有很多研究的本书 如果你有影响这本书说到这个结果 我发电邮告诉你 我的理解应该在文章位置分析道向 如果你是学古文、泛文 或者适合学习特别的学科知识 譬如是自然或者社会比较难的问题 或者是天主教研讨圣经 比较难一些的章节 我觉得这些方法会很好 小组讨论就是很精毒 这是精毒的东西 我们其实是会用到这些方法 我们用到这些方法 用在族文的手改 因为同学那篇文章是给你去改的时候 你去精毒 是不是精毒 我用这些不同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这样想 你不想想想其他东西 你这些东西不太通信之类 你是不是应该用这些方法 去带他们去讨论你的同学 因为你在帮忙修改 你的角色不错 你就是变成精毒 比较老师去改学生的文章 理论上都要精毒 是不是先 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很成人这样的 有些人问我这个问题 有些台湾的老师问我 我应该怎么回答 我应该怎么回答 我问他是水和水杯哪个重要 你去喝杯水 如果你喝杯水 你说水重要 那你喝水杯可以吗 都可以 你用手来喝 你混出来 就打破水杯 要吸水来喝 是不可以的 那怎么会混进来 所以你最感谢 你知道两个重要 但是用在哪里 但是不能混在一起 分开来 你们大家看过 朱智青会影这篇文章吗 大家看过 看过的举手 大家看了 我没有记错 我大概不知道 中一平时 六年班的时候 大家看 也是很不小心 看到那篇文章 但是那时候的感觉 很强烈的 很有感动的感觉 我都注意到 我记得看完之后 我到现在还没看第二次 到现在还没看第二次 我还记得一些 那篇文章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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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火车站那里 那里 好像爬过牆 那样 我记得 羊毛的身影是肥肥地 那种肥肥地 有些肥肥地 不是就得很远 那样 那它的字很特别 就是大驱崎奇 大驱 原来的意思就是 erzähழ 你就快去世界 記不记得这件事情 那个� poni 主圈很清楚 如果用粵度理解它,你會有這個感度嗎? 你記不記得那些買橙是骨子還是橙? 你問它為何買橙是不買香蕉的呢? 那你為何那個死罪名叫台去? 台去怎麽去番茄去找大餐? 但你知道這個台去可能表示一些是某些事情來的 你慢慢後面就知道這個意思 你問很多很critical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感動有沒有在? 為何你一句是這樣寫的? 你一邊看一邊問作者為何會這樣想 你後面的intention為何會這樣寫? 為何你好像不能說很多感情的字在裏面? 你覺得你的感動就沒有了,是嗎? 為何你有感動? 因為你入了進去那個世界那裏 入了超級清的世界裏面 明白嗎? 所以你的腦袋就不可以一邊分析 一邊又想進去作者的世界裏面 你的腦袋不可以… 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的腦袋的運作 就不可以同時去入到這兩邊的地方 你看一下,如果是大量閱讀 我們鼓勵一些學生進入去 進去就是入去那個reading zone 就是入去那個作者的世界 另一個就是你要旁觀者 旁觀者就是分析的人,旁觀者 一個近距離者,近距離者 近距離者就是進去看 一個像畫幅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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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很爽 沒多久你就退出來,很遠看一看 就是你兩個不同的目的 一個是感性者,一個是理性者 你感性者就不用理那麼多東西住 不用理那麼多東西住 理性者就真的去考慮去作者的目的 以及去一些地方是對的或者不對的東西 這是講同理心 我們現在討論很多什麼21世紀能力 你又見到最近台灣很多新聞 所以你看得到這麼多 或者香港的貧富懸殊都很明顯走出來 中產階級慢慢開始消失,即兩極化 我覺得在教導方面更加強調是同理心 同理心是跟我們的大略閱讀很有關係 很多故事 你就是用研究,你怎樣去說 你什麼倫理道德不行 我想你今上那些作譯的故事 影響你前年立法很多 同理心很重要 當然我們都是需要批判思考 因為批判思考 你有破壞才有創新有創造 批判思考我們一路都是講的 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想法 所以兩個東西是不同的 總之不可以找到 就是找到他們去做 就變成Nancy Avery犯了錯誤 她倫理在一起 她可能實在是太… 因為Pizza要考,什麼都要考 考試,所以她又想… 她又覺得有道理 結果她一路看書 就叫學生去分析他們 結果那些學生很痛苦 兩個人分開來 用在作文、讀一些自然 小組學習的自然 或者藍的文章那裡 或者古文、泛文之類那裡 當然朱子清理都可以分析 看完之後過一段時間 你學一下招數 原來她根本沒有講感情的東西 但是有些感情就進去了 這是她寫作的技巧 那些以後的事 理想一下,兩個都走得很快 有個校長問過我 他說:「陳老師,你這個東西我很認同 可不可以隔離這個原道理解進去?」 真的這樣問 有兩個好迷 好像我們什麼… 冬菇好吃,雞肉好吃 冬菇蒸雞也最好吃 這些東西有時候不是這樣想的 看她走得快 穿著流冰鞋 滑板走得快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她上去 看哪個快 即是被不死就算偷笑 台灣的講法是這樣的 那些太陽和水果 這些水果吃完之後 就是中毒的 兩個都好吃 都吃了中毒 那都未必好 一個講法 自己是真的嗎 斯泰文的鎖法 那裡 斯斯卡嗎 哈哈 所以MSR基本上就是兩毒 兩毒 那麼理解於獨策略就是徵徒 那麼MSR是獨策略 我覺得都重要 一個動機來講 一個有樂趣 另一個就是知識那方面 或者技巧那方面 如果你的organized 很好一點也很有趣 如果你的合作合作合作 做得好好的話 他討論也很有趣 那不要混在一起 用在一起的就是 遇到Nancy Ariel的問題 就破壞了用處理 所以就是不要混在一起 沒有問題了 兩者都重要 兩者都是一樣 兩者沒有衝突 但在時間上 不可以一起去進行 OK嗎 可以嗎 那 好了 是不是有少少討論呢 討論的話 就 給你們 每一組 花兩分鐘 找一個問題出來 剛才說的 可以嗎 兩分鐘 找一個問題出來 OK 你聊一下 聊一下 兩者都幫我損 損時間 你找到什麼問題去找 他問我 他可能找到你自己的 沒有問題 先問你 先問你 謝謝 請問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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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